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几次课我们学习了各种常见的起挂方法 我们了解了周一预测以及八卦的这些基础知识 然后我们学会起挂了就可以进行占卜 占测了 我们看一下为人占 为人占就是为别人来进行起挂预测 凡为人占其理不一 就是起挂的方法是不一定的 你或者听其语声 利用声音起挂 或者观其人品 获取诸身 获取诸物 获取衣服的颜色 他所接触的外物 比如说上次我们讲的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这个人品就是老人为钱挂 长女为训挂 少女为对挂 或者以年月日时来起挂 或者书写来意也就是文字起挂 以及我们上次讲的比较近现代一些的起挂方法 暴数起挂 还有号码起挂 小时分钟的这种时间起挂 说这一些 然后或者是听其语声起挂的时候 或者说一句话 用这一句话的一个字数来起挂 就和文字起挂是一样的 如果说两句话 就以第一句为上挂 后面一句为下挂 这个和我们的声音起挂法是一样的 我们声音起挂法 他讲了两个 一个是声音数为上挂 声音加时辰数为下挂 再有一个就是他连句来借物占 其中他是敲门 敲了一声 听了一下 然后再敲了五声 就是以第一声为上挂 后面的声音为下挂 跟这个说话声音起挂是一样的 如果说话比较多 你就以你刚开始说的第一句话 来起挂 或者最后说的一句话来起挂 其他的句子就不用了 这个应该也是很好理解的 你用他第一句话来起挂 或者用他最后一句 来起挂 这个还是遵循前面的 你可以用这一句单独的取一句来评分 这就是分开来起挂 或者第一句做上挂 最后一句做下挂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第一句他是在最前面 最后一句在最后面 他也是一个前后关系 观其人品 就是老人就是前挂 少女就是对挂 富人 老富人就是坤挂 和我们八卦代表家庭成员是一样的 观诸其身 就是他脑袋动了 那就是前挂 因为前为头 脚动了 那就是振挂 振为足 振为手 立为目 就是眼睛 迅为骨 坤为腹 就是这样一些 取诸其物 就是手中 有什么东西 有圆形的东西 金属的东西 玉石的东西 那就属于钱 或者是对 属于金的 五星属于金的 有图瓦 或者方形的东西 那就属于坤 或者是震的 因为天原地方 圆的就属于天 就属于钱 方的就属于地 就属于坤 或者因其辐色 也就是衣服的颜色 青绿蓝 这个颜色 那就是震挂 或者是迅挂 红色的衣服 那就是赤色 那就是离挂 黑色的就是坎挂 这个白色的 就是对挂金挂 对挂钱挂 它属于金的 说土的 比如更坤 它是黄颜色 触其外物者 奇挂的时候 就是外应 你看到水 就是砍挂 看到火 就是离挂 你看到花 根据它的颜色 来变 比如离挂 对挂 它都是花的意思 迅挂 它也是小植物的意思 花草树木 它都可以一种迅挂 尤其是绿色的 如果红色的 比较扎眼的 那你就请离一挂 年月日时 如其他我们讲的 第一种奇挂方法的时候 我们讲的 什么冠美瞻 牡丹瞻 都是年月日时奇挂方法 书写来意者 欺人来瞻 或者写来意 他不告诉你 他写个字 他让你测 你就以这个字来占 这是为别人来奇挂 其实还有我们上次课所讲的 铜钱奇挂法 也叫六窑奇挂法 因为这个是六窑最常用的 梅花艺术和六窑是两个体系 但是它也是可以相互交融的 也是可以通用的 因为梅花艺术 它包容性是很强的 它就有那种海纳百川的 这种包容性 六窑奇挂 也可以用梅花艺术来解 梅花艺术的理论来解 更何况我们现在所讲的 这个课程 并不是传统的梅花艺术了 它也结合了六窑的理论 奇门遁奖的理论 思著这一些理论 它也是很包容性的 六窑奇挂 上次课我们给大家查了一下 大家网上一搜 它有个详细的一个奇挂方法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 我们看字几单 字几单 就是自己给自己来预测 或者以年月日时来奇挂 你这时候十分时间奇挂就不太合适了 上次跟我讲了 你现在想着奇挂了 等你看表 等你掏出手机来 把手机屏给弄亮了 也许已经过了好几分钟了 它就不准了 因为这个时间小时分钟 这个奇挂它 它时效性太属于什么 太不固定了 越这种精细的东西 它越不固定 你差几秒 也就差一分钟了 然后它挂相就完全的变了 所以小几分钟对自己不太适合 年月日时还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你即使你掏手机 你掏半个小时 它这一个时辰它也不会过去 你就可以用了年月日时起挂高 这种它的准确率 它就略微的高一些 你越精细的东西 它误差的越大 就像纳米基数 你弄一个桌子 你弄到 你如果按厘米算 15厘米就可以了 你如果按纳米算 那就非常的困难了 就分传的困难了 你越精细的话 它误差越大 或者听起声音 这个声音 自己怎么来的声音 你可以用外应的声音 因为催化的时候 外界有什么声音 有鸟叫 叫了几声 或者其他的声音 或者观当时所处之外物 这个主要是指的外应 自己给自己起挂 主要是指的外应 这个都可以起挂 这个跟起挂方法 跟为人质还是一样的 但是按我的想法 或者是实践的经验 因为我们这一些 必须要避免一些误差 所以说我感觉最好是测自己 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如果不重要的你可以用暴数 心中默想几个数字 然后起挂 或者就用上面的这些东西来起挂 如果是特别重视的 特别重要的 特别正式的东西 最好用铜钱来摇 也就是六腰起挂方 这个是它的准确率是 它的最起码 它的挂起出来是比较固定的 它不会受你的时间的影响 比如说你用小十分钟 你差了一分钟 你这挂箱就完全变了 它这个六腰用铜钱而起挂 只要你心诚 你确实想知道这个事情 它的鸡胸 它的愈厚 它的结果 它是不会错的 还没有其他的干扰因素 其他的方法的干扰因素太多了 它就不容易准确 这个是梅花艺术的一个优点 也是它的一个弊短 它的弊短就太灵活了 太灵活了 它就缺乏标准 缺乏标准 它就没准了 反正起挂 起挂对了 它就特别准 反正错了 它就一点都不准 这个是它的一个弊短 所以说我们在测自己的时候 或者是测 比较正式的这种东西的时候 最好是用红钱起挂 或者是五角的硬币来起挂 一元的钢币也可以 我感觉是红币是最好的 我们看一下占动物 凡是占群物的时候 放了一群羊几百只 那个不可弃挂 你还给它数吗 你数你也数不过来 如果占几个动物的时候 你可以弃挂 一个物或者是两三个 那也可以弃 以这个物作为上挂 比如说之前我们讲的牡丹毡 你也看到马的话 马为钱挂 看到鸡 鸡为迅挂 看到小鸟 小鸟为顿挂 对挂 这个是可以的 看到鲲 看到牛 牛为鲲挂 这个是可以的 以这个动物为上挂 以这个物来的方位为下挂 就是后天把挂那个方位 比如说梨为南方 坎为北方 对为西方 正为东方 坤为西南 前为西北 就是这个 来和物说 即方位 挂术 加石术 来取 动摇 以这个挂来 断其物 断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之后讲的 后天挂 占 牛鸣 鸡轿 有这个牛鸣 还有个鸡鸣 之后我们会讲 或者 牛 马 犬 这是猪 这是猪的意思 刚刚出生的时候 就以它出生的年月日时来战肢 这是动物 我们人它也是一种动物 我们人的出生年月日时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辰八字 四柱八字 你如果是这个动物或者是买的某某些东西 就以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年月日时来企划 你可比如说我买个车 这个车你什么时候买的 买这个车之后开多长时间 它会坏 它会发生车祸 发生车祸的时候 急死 急伤 车上坐着什么人 什么时候报废 就是 坏掉了 这个都可以用来乞刮 所以我买东西 你也得选择一个黄道吉日 占镜物 凡占镜物 就是静止不动的东西 江和山石 不可乞刮 若是宅屋 这个庭院 树木之类的 就是院子里栽棵树 外面有一棵树 它的吉凶 这个树在院子里好不好 你这个树为迅寡 这个树在哪个方位 在东南角 东南角也为迅寡 或者在西边 西边为对挂 你起着挂了 你看它好不好 它这个挂项 挂项要好的话 那就是对你这个家宅是好的 如果又不好 那可能就影响你的家庭风水 这个都是可以起挂的 比如说它这写的 这个屋宅 你刚建立的时候 或者是刚刚买的时候 你也是买房的话 树木出置之时 都可以起挂 至于这个器物 就是刚做成的时候 你可以粘挂 比如说桌椅板凳 枕头 这个都可以起的 这个起了也没有用 反正就是它说的这个意思 你可活去活用 比如说这个 你买汽车 你像枕头 你买了它坏就坏了 对吧 那个都是无所谓的 桌椅板凳都是无所谓的 你就现在买了一些贵重的东西 买个汽车 对吧 你这个都可以起挂的 粘测 我们看一下这个瓜里 老人有优色粘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课讲的 物相起挂 你像动物 进物 手里拿什么东西 从哪个方位来 方位起挂 颜色起挂 这都是我们上次课 我没讲的 这次课作为补充 我们看一下文字部分 以丑日 卯食 偶然在图刑之中 有一个老人 在东南方走去 面有忧色 问他 为什么有忧愁呢 对方回答 无 就是并没有忧愁的事情 没有忧愁的事情 但是面向是很忧愁的 真是奇怪 怪而站之 这也是一个原则 之前我们讲的 那个占卜的禁忌 无视不沾 不动不沾 不问不沾 别人问的时候可以沾 再有 疑惑的时候 你可以沾 比如说 那个官没沾 就是小鸟 掉地上 蒸汁掉地上了 然后感觉非常奇怪 就沾挂了 就是怪而站之 这也是一个原则 记住了 你感觉奇怪的时候 你就可以主动来沾 以老人为前 作为上挂 迅这个方位 为下挂 就是天风够挂 上面为前 下面为迅 天风够挂 天风够挂呢 以前数一 迅数五 等于六 加这个卯石 就是卯石 卯石是第四个数 第四个时战数 总共为十 除以六 余数为四 为四要动 然后天风够之九四 九四 就是指的四要动 九 说明它是个羊摇 就是九四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的是动摇的意思 就是那个卦 也就是天风够这个卦 它的九四 也就是第四摇 这个羊摇 它是个动摇 就是这个意思 动摇哪一个摇动呢 然后你再去查 这个摇词 比如说 它四摇动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五摇动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六摇动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就查它的摇词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天风够之九四 它怎么说的呢 我们查一下 我们查一下 这就是天风够的一个挂词和摇词 它的挂词 够挂 女状 勿用 娶女 我们看到它的解释 够挂 就是天风够 我们有个词 把这个女改成一个走车 就是邂逅的意思 就是相遇 偶遇 邂逅的意思 这个象征的是相遇 女状 就是女子过分的强壮了 不适合娶来做妻子 勿用娶女 娶就是婚娶 婚姻嫁娶的意思 这是个通假字 勿用娶女 就不要娶她 就是结婚的意思 它的九四谣词 是包无鱼 起胸 包通这个袍 袍是厨房 袍人就是厨师 袍钉厨师 记住厨师的意思就行 厨房 包无鱼 就是厨房没有鱼 或者厨师没有鱼 厨房 这里解释为厨房更合适 厨房没有鱼 起胸 它这个解释 我们看九四的解释 厨房没有鱼 会发生凶险 它的解释其实不太准确 按我的理解 厨房没有鱼 这是好的 如果有鱼了 就会发生凶险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们接着看这个卦 包无于胸 是周易的这个词 不吉利 以卦论之 炫目为体 我们把这个卦给截图下来 截图下来 我们参照着看 事易以卦子不吉 以卦论之 炫目为体 前经刻之 户卦又建了两个前卦 前为天 都是刻体之卦 没有生气 我们那一个牡丹毡的时候 好像护卦和钱卦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个金刻着木了 然后牡丹就被减踏毁坏了 这个也是这个样子 这体卦代表是老人 就被刻制 那就是非常的凶险 巨石刻体并无生气 且是在这个路途之中 起的这个卦 行走的时候 这个硬漆就来的快 我们之前讲过断硬漆 虽然不是详细的讲 就是说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律 你行走的时候起卦 它就 事情硬漆就快 你坐着的时候 它就慢 你躺着的时候 它是最慢 所以 以这个乘卦卦数 驯卦为五 两个五是十 以它的取它的一半 就是五天 然后我就告诉老人 你 乳就是你 你在五天内 一定要谨慎出入 恐怕有重的灾祸 就是说 这个少方节 它也没有断出 是什么灾祸 它只是说 你是很凶险的 一定要注意 包括之前的一些挂历 很多的其实都是 圆挂 什么叫圆挂 就是 起着挂来 大概估计是这么个事 等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你再返回来 根据这个事来和这个挂一对应 这就叫做圆挂 你把这个事情给它说圆满了 这就是圆挂 其实这个圆挂是很多的 很多的时候 有的人说 就占博 话说七分 或者话说三分 你得保留着一些 其实这 这不是天机的问题 因为你这话说多了 它就 你说的越多 它这个准确率 它就越低 因为这个挂像 你不可能 就像讲故事一样 把这事情 百分之百的都说出来 这是很难的 就是只能 你说一个大概 根据它这个万物类像 这个推理 你最后 这事情发生完之后 你可以把它 利用这个挂像 和这个事情结合 把它圆满一下 这叫做圆挂 后来五天之内 这个老人奔赴宴席 集席 就是指的是婚宴 婚宴 过满院 这里是婚宴 为什么是婚宴 也稍后 我再给大家讲 然后吃鱼 鱼骨头 给卡住了 就死掉了 然后我们讲 为什么是婚宴 刚才我们看了 这个够挂的 它就是相遇 相遇 它邂逅 大多是男女的邂逅 男女 这个桃花韵 我们说白了 就是桃花韵 再有 它是我们看 那个挂词了 挂词 它写的什么 女状 勿用娶女 它就是结婚的意思 就是 娶媳妇的意思 对吧 就是 其实这个意思 就是说白了 不要去参加婚宴 参加婚宴 它也是不吉利的 更何况它这个谣词 它也是不吉利的 就是暗藏着你参加婚宴的时候 它是有危险的 再有迅挂 迅为风 它的宗挂 宗挂就是把它倒转过来 一百 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度 一百八十度 把它倒转 它就变成了对挂 因为对挂和迅挂 它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挂 对挂是喜悦的意思 很多喜悦的 两个虫 虫的一个对挂 就特别喜悦的 很多喜悦的人在一起 它也象征的是一个集习 象征的是个集习 这个令人快乐的喜 这个喜宴 就是婚宴 就是通过这个 迅挂了 它本身 它也是一种谦虚的意思 就是说 它也象征迅为风 它也是一种不稳定的意思 它也有一定的风险 一定的危险 所以这个喜庆之中 暗藏着胸象 所以这是我们学习周易 所应该领悟的一些人生哲理 所有的挂都是一样的 凡是不好的挂 它的宗挂都是好的 都是相反的 你像对挂喜悦的 你反过来迅挂 它就是忧愁的 它是不好的 比如说还有那个 那什么挂 雷水解 水雷尖挂 水雷尖挂 上面是砍挂 下面是正挂 它是不好的挂 是四大难挂之一 难挂就是艰难的难 你测到这个尖挂 这个做事情就很难了 但是把这个砍挂和正挂 倒过来 正挂想在上面 砍挂在下面 就是雷水解挂 就是不管有什么难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就这个 就是困难之中 它蕴藏着解决之道 齐悦之中 暗藏着风险 所谓的我们 这个中国很多成语 叫乐极生悲 苦尽甘来 匹极泰来 就这一些 其实都是周一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生哲理 我们占卜 所学占卜 第一个是为了 我们有一种方法来 更好的指导我们的生活 来趋即避凶 另外呢 就是我们学习 它的人生哲理 是我们的更好的 为人处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再有呢 这个钱挂 他不是老人 为老头吗 老头 以他起的挂 这个钱挂变成了迅挂 钱为老头 他是个人 迅挂迅为仙 为风 为能量 虚无缥缈的 为鬼魂 也是代表着这个老头 变成了这个 成了仙了 那就是也是很危险的 一个阳挂 纯阳之挂 变成了阴挂 就像寺庙的排合栈一样 它是不好的 它是不好的 也是走向 再有它是也是 载着个驯方来走的 也是个阳走入阴 也是象征着一种 就是死亡的 反正不好的那种像 反战 反战补 刻硬之期 也就是断它的硬期 看自己之动静 以觉事情之迟速 行走的时候 它硬期就快 所以呢 以这个成挂之数 成挂就是指的是变挂 以成挂之数 中分 也就是除以二 取其一半 十除二等于五 如果你坐着的时候 这事呢 它就来得慢一点 你就以成挂之数定制 那就是诗篇 假如说你站立的时候 就是半迟半速 不快不慢的 就以成挂之数来断制就可以 就这个 虽然是这样 又在于变通 如牡丹栈 官媒栈之类 二花都是朝夕之故 都是朝夕之物 所以说呢 这个占卜 最难的是什么呀 一个是断硬期 一个就是断类像 类像 比如说 这个挂 迅挂 变成迅挂知道了 这个迅挂代表的什么意思呀 是植物 这个虽然 我们知道了 三个前经 克这个虚目 它很有危险 但是它变成了迅挂 迅挂是什么呀 它是被什么所伤 被植物所伤 被刀 因为金它也是象征着刀 是被刀所伤 对吧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 你这个很难 判断的具体的东西 这是非常难的 只能说 你尽量的避免 这些东西 尽量避免 这个植物的东西 金属性的东西 对吧 再有呢 通过挂词摇词 还要尽量避免这个鱼 荤烟 这样一些东西 总之 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方向 你很难百分之百的 去给它断 断这个明白 再有呢 这个钳 钳为坚硬的 钳它也煮骨的 白骨嘛 骨都是白的 钳为白色的 这为坚硬的东西 迅呢 为细长的东西 迅瓜为细长的东西 再有它有一个 这个包无鱼的 这个一个提示 摇词的提示 还有一个物用娶女的 一个结婚的 婚宴的一个提示 那就是结婚的时候 远离这种细长的 这个白色的骨质的 尤其是和鱼有关的东西 那么很容易联想到 这个鱼刺 当然在这个少环节 断挂的时候 也没有断出来 没有直接的断出来 如果不让它吃鱼的话 它可能就死不了了 只能说呢 叫它注意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少年有喜色沾 任身日五十 有少年从南方来 喜行于色 问他什么事这么开心 他也说没有事 也是很奇怪 所以沾之 以这个少年为更广 因为更为少男 这个少年就是少男 就是男孩 女孩就是少女了 少年就是男孩 为上广 离 他来的这个方位 为下广 得山火壁广 记住了这个字 念避 不念奔 虽然他也念奔 但是在这里念避 更不念喷 一定 我们学周易 不能像外行人一样 在字乱念 必须要念他正确的发音 以更数七 离数三 然后加五十七 五十这个这个数七 总共十七数 所以六 然后余数为五 五摇动 然后就是这个壁挂 六五摇是动摇 然后这个动摇 摇词 这是六五 壁之六五 我们看一下 这个壁广 这个壁是什么意思 壁就是装饰的意思 装饰修饰 这个意思 六五六五 这里 壁于秋原 树薄尖尖 令终极 是什么意思 壁于秋原 刚才我们讲了 壁就是装饰 装修 这么个意思 秋原 就是指的是一个园子 宅院 这么个意思 就是在这个庄园里边 装饰 进行装饰 装饰 尖尖就是少的意思 尖就是少的意思 就是这种 虽然装饰 但是比较简陋 令 令就是也是那种 就是小气 令色 也是指的那个少的意思 但是呢 最 最终 是吉利的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卦 接下来 然后对照着看 让我们看一下 一词 周易这个谣词 已经说是吉利了 卦呢 必以之家人 也就是山火 必以之风火 家人卦 这是一个表达 表达习惯问题 主卦 辩卦 之间加个支字 就代表着他们一种转换关系 山火 必以之风火 家人卦 必以之家人 互卦呢 建一个阵卦 一个坎卦 互建阵卦 以梨卦为体 然后 互变 聚生枝 迅卦 木生火 木生火 互卦呢 它有这个阵卦 它生火的 这坎卦呢 坎卦生木 木卦再生火 虽然这个水 它也是克火的 但是呢 它有这个云卦 来克制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水 这个坎水 因为土能克水 这个木 这个木生完了火之后呢 火又生这个土 然后 就足可以把这个坎卦 给克制下去了 因为坎卦就一个坎卦 就它一个人 然后他们 他们 它这同档有好多呢 所以说这个坎水 并不能把火给克制住 克制住 所以最终这个离火 这个体卦 是生福的 所以这个卦是很好的 然后段曰 子 就指的少年 你呢 在17天之内 必然有啊 这个 聘呢 就是 就是聘礼啊 就是结婚的意思啊 这就是定亲 或者是结婚啊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 怎么断的卦啊 主卦 山火壁中 体卦为梨 用卦为更 五窑发动啊 主卦呢 体生用 体生用是 是耗散的意思啊 所以呢 要花费 壁呢 有修饰 装饰的意思 五窑发动 这个窑词啊 比于求援啊 装饰的比较简陋 但是最终是吉利的 装饰了家园 礼物呢 却是微薄的 丝薄 虽然有所节制 但最终还是吉利的 变卦用身体 所以有建议之喜 之前我们讲那个 我们还没有讲那个体育生客呢 之后我们会讲 就是用身体的时候 这个事情对你是有帮助的 或者给予你东西 就有建议之喜 家人呢 也象征的是一家人 装修完了 然后变成了新的一家人 这不就是结婚的意思吗 婚 婚礼的意思 家人象征了一家人 各手其道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其实时代背景下 一个少年 如果有好事发生 又装饰整理了家园 会是什么事呢 无疑就是两种事 古时候有几大喜事 三大喜事是吧 就是东方画者业 金宝提名时 还有什么就忘了 好像是老来得子时吧 大概是这样 无非就是这几件事 其他的他也没有其他的事了 选举 选举到当皇帝 那也不可能的 当市长 那也不可能的 古代人呢 他的喜事 三大喜事 无非就是这几件 老来得子 他少年也不可能老来得子 他就不是结婚 就是考了功名状元 所以综而断治 应该是结婚的意思 应期的判断呢 本贯 更是七 离数三 加上五十七 共为十七日 定为十七日之内 好 这就是这个卦 他的应期呢 是以这个本卦 是以主卦来定的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卦啊 这是枯之坠地 战 呃 雾子日 尘时 呕行至中土 有树未然 无风 就是说 在路上走着 走了一半了 有棵大树 长得非常的茂盛 也没有风 但是突然的 有一个枯枝 就掉下来了 掉在了西方 对方就是西方 所以还是感到奇怪了 去战争 以这个枯木呢 作为离挂 作上挂 对方 西方 对为下挂 得火则奎挂 以对数二 离数三 加上石成五数 这是真实 五数 总共十数除以六 余数为四 变成三则损挂 是奎之九四 也就是第四摇动 是第四摇动吧 对 余数为四 第四摇动 这个四摇动 这个摇词怎么说的呢 我们看一下 我也大概查了一下 这个 是第四摇动 对吧 这是窥枯吧 窥枯 欲圆夫 交服 利无揪 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 利无 他的解释 悔恨消失 像柔软的皮肤那样 一咬就破 放开前进 能有什么危害呢 表明前进 必然 值得有庆贺的事情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 沙宽节是怎么解的 他这个摇词还是好的 但是这个变卦是不好的 变卦是损卦 损害损伤 我们看一下 这个卦 火作葵 变成了笋卦 护卦呢 将砍和离 对金为体 对金为体卦 离火克制 火克金的 且这个 葵 葵笋 卦名 葵呢 它是 其实它也是一种 水火不浇的那种像 因为离为火 这个对呢 对为泽 泽它是浅水 它也是水的意思 它水是向下的 火是向上的 它俩是不浇通的 所以说也是不吉利的 损卦尤其是不吉利 它是损伤的意思 有伤财之意 所以断曰 此树 十日当伐 这个树 十天 就被罚了 果然十天 伐木呢 就就就罚了 这个这个伐木公呢 叫什么呢 叫 元夫 玉元夫嘛 他这个 这个摇词就写了玉元夫嘛 当然这是巧合 你不是 所有遇到火泽葵 这个这个四摇洞的 他都叫元夫 当然这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解挂 枯枝无风坠地 这是个仙兆 感到奇怪 所以战着 枯枝降落在西方 对方 而对挂 有十二地支 有的 才对应这个有 因为有 有也 深有之属金的 对应这个有 从物子日起数十天 正好是丁有日 也就是叶姆士之期 这应期 他断缘期的方法 并不是从一而终的 他有很多种方法 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就是 他有你这个行走坐卧 他有取半数的 有取这个乘数的 也有取倍数的 再有呢 他以这个主挂 那个挂数 挂数和时辰数 相加的 他这个 这个当然是后人的简化 这是后人的一种解法 十天 十天 但是根据这个 这个对挂 对挂对应的 那个甘之处 低之处所对断的 所以说呢 这个关于断应期 我们今后呢 在做一个专题 专课来进行讨论 今天我们就不多讲 今天我们所重要记忆的东西 就是前面的 为人粘 应该怎么着起挂 对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起挂方法 都可以用来为人粘 自己粘呢 最好是六窑起挂 同钱 其他的方法也可以 报书 号码 比如说你上公司上班去了 给你一个公号 那你就用这个公号来起挂 粘动物 粘精物 怎么起 我们这几个案例 都是后天起挂法的 都是用这个物相 他不是用年月日时的 那么你可以用他这个年月日时来起挂 一瞅 他这也没有粘 好像都没有写粘 是吧 他的不好来起了 就是说不同的起挂方法 他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 至于你假如说他为什么是用这个人来起挂 他为什么不用年月日时来起挂 他用年月日时起挂 可能就是另一种景象 那么这就是梅花艺术的一个弊端 他太灵活了 他就没有标准 他没有标准 他就容易产生误差 他就容易失灵 虽然你这个梅花艺术测对了的话 非常的神奇 但是他没有标准 你很可能就算错了 起挂就起错了 起挂起错了 那就断挂肯定就断了 很难断正确了 有一种说法 在网络上有一种说法 叫做错挂错断 你挂起错了没事 那你就错着断 错着断断出来 它也是正确的答案 我不敢苟同这种说法 当然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错挂 你断起来 它也是对的 你起挂起对了 他也许他就断错了 有这种情况 我不否定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还是主张尽量的把挂给起对了 对吧 好 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同学的关注和收听 我们下次课程再见